將來我相信你沒有否決TVB續牌 可能政府也都 或者你已經建議了給政府 政府未批准出來會續牌給TVB 問題就是那條款而已 加上現在那個香港電視娛樂 或者將來會有新排發的時候 真是對ATV騰出來的數碼頻道 如果是增多足少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處理呢 TVB續牌的申請現在在行會 我相信行會會有個決定的時候就會有公佈 同樣地那個奇妙電視 我們也作出了一個建議 現在也在行會裡面處理 到真的這兩家原則上獲發牌 現在娛樂就已經確實了有個牌 所以到了他們如果是因為他們的申請的時候 是用個顧網的傳訊方式去申請的 所以如果他們是想轉那個傳訊的方式 首先他們會跟通訊局要作出一個申請 我們當然要考慮到他們的轉用 那個理據我們就會處理 我們現在譬如就算這兩家是說想轉用它那個新的模式 用大氣電波去傳送 我們現在看那個環境會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是亞視釋出騰空出來的那個頻譜 大概是有1.5條的頻道 1.5條我們現在根據譬如好像娛樂和這個奇妙電視 他們兩個申請是做一條的廣東話台 一條的英文台 兩家都是這樣 大概會佔用到那個節目頻譜 但也不夠一條的頻道 所以其實還有半條頻道是可以有機會 可以有其他的用途的 所以我們當時當然要想 如果當那個頻譜騰空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則 就是在法例下通訊局是需要確保 或者促進這個善用頻譜的標準的原則 所以到時我們都要看 如果已經是有牌 有了發了牌 它是否可以很快就可以用到頻譜呢 如果你沒有牌 當然我們給那個頻譜也沒有用 因為你連那個基本的免費電視牌也沒有 所以我們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的原則 我跟進一下 你有信心是未出現這個所謂增多促少的情況 我的理解就是 我想今天我們現時所看到的環境是這樣 當然到底最後行會會怎樣處理那兩個申請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的申請進來 我們當然要全盤再去考慮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香港網絡電視 就是黃危機的電視 好像還是處理中在你們的櫃檯上面 還沒有去到行會 我不知道它將來會不會獲批 如果獲批的時候 會不會又出現這個所謂增多促少的情況 我們會盡快處理 現在香港電視網絡的申請 不過當然一個申請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我們要提供資料 我們都要審核這樣 然後跟著我們如果到適當的時候 我們要交去行會 行會會作出的最好